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的面包超人面包工厂玩具哦 哦 太棒了 月姐姐我们快打开吧 这个新款的面包工厂呢 在这里呢 它加了一个风箱 我们呢 按它一下 这里就会有火 来烘烤面包 很好玩哦 然后呢 这边是面包的展示区 这边呢 就是收银区了 好 现在我们把面包摆上去 这个是细菌小子的 这个应该是巧克力草莓味的吧 然后甜瓜妹妹的 这个是咖喱超人的 吐司超人 红精灵妹妹 这里呢 还有面包超人的 蓝精灵妹妹的 面包都摆放齐了 那还需要用到什么呢 我们还要来制作一个钱包 把它抠下来 折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还要把这些钱币都抠下来 然后呢 这里还有菜单 好精致的 把钱包 然后我们把钱放进去 啊 月月姐姐 我有些饿了 我可以先买一个面包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想要什么口味的呢 嗯 那我要那个红精灵妹妹的吧 好的 拿面包夹 加住选中的面包 把它放到烤炉里面 然后按风箱 烘烤面包 好了 面包烤好 把这个烤箱门打开 然后准夹一个小托盘 然后准备一个小托盘 再用夹子把面包夹出来 嗯 月月姐姐 我还想来一杯虫汁 好的 佩奇 拿出一个杯子 果汁我们要用这个小纸条来折一下 一杯橙汁做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佩奇要的这两样东西 一共多少钱呢 去收银机那里结算一下 这两样东西一共需要300元 佩奇呢 带了一张会员卡 我们直接来这里扫一下就好了 好了 现在佩奇就可以品尝这些美食了 来 吃一块面包吧 佩奇 嗯 真好吃 再来喝一口果汁 哇 太美味的搭配了 再来一口 真好吃啊 果汁也喝光了 这里的面包太好吃了 你要再买一些 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和乔治 他们也尝尝 嗯 那我来选一下 看他们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佩奇选了一个细菌小子的 把它放到烤炉里 好了 把它取出来 把它取出来 搭到这个小盘子里 再来选一个吐司面包 好了 我们把面包取出来吧 让我们去输入银机那里结寸一下 看看这两块面包需要多少钱呢 先来看看西金小子的 再来扫一下吐司潮仁 再来扫一下吐司潮仁 这两块面包佩奇需要付400元 然后在钱包里 拿出400元 100元 200元 300元 400元 好了 把钱包呢 一定要收好 付钱咯 拿出打包盒 把要带走的面包呢 放到这个里面 把它盖上就好了 佩奇带着打包好的面包回家了 她想爸爸妈妈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那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们哦 好 咱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